文化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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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禁城 明清两代中国最高权力的核心 五百多年间 共有二十四个皇帝 在这里处理朝政 维系着庞大的中华帝国的运转 在每一座大殿的正中央 高高耸立着皇帝的宝座 而在每一把龙椅的后面 都少不了端端正正的书法作品 这在全世界所有的宫殿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那些曾经指点天下的帝王们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这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 以一种优雅的姿态 默默地迎接着来来往往的目光 这些气宇轩昂的字符 几乎永恒地凌驾于皇冠之上 它们是什么 是文字 是艺术 还是信条呢 取一定香末 细细的研磨 要写的字 此刻开始在心中酝酿 在战末的同时 书写者已经在心中将这方宣纸从容规划 棱角分明的方块字 在黑与白虚与实的对立中纵横驰骋 而书写者的意志 也在有无相声间自由地宣泄 这就是中国书法 1998年 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举办的 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上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中国 书法乃一中之一 祖祖辈辈 它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在我们话语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 尚显为人知 它既使人惊诧 也使人着迷 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 又是从何而来呢 那跟汉字的独特性是分不开的 而因为尤其是单字 你拿一个单字 就跟拿一个拉丁字母的 就是一个字母 那就不一样 一个字母还是一个工具 就是分析语音的 一个单字 其实是跟一种符号一样 毫无疑问的 就是全世界现在 作为一种文字 能达到艺术这个层次 就一个就是汉字 这是上个世纪初 河南殷墟出土的 一片甲骨文的塔片 它的内容是记录日期的甘之表 这份甘之表的特殊之处在于 几乎同样的内容 一共刻了六遍 三千多年前的先民们 为什么要这样刻呢 郭沫若先生认为 中间第四行 字迹精美整齐 应该是老师刻好的范本 而其余歪歪斜斜的 应该是学生所为 就像今天的儿童练习书法 一样 这样的分析也许有些绝对 但毫无疑问 汉字从诞生之日起 就有着独特的审美要求 你看那个甲骨文或者经文 你看起来变化莫测 一个字的片盘可以写 这边可以写 那边可以写 上面下边可以变化很多 可是写出来你看 都有很强的艺术感 都有很强的艺术感 所以这方面说起来的话 它本身就有一种 这个艺术的教养 对于外形的华美和书写的流利 是每一种文字都追求的目标 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文字书写的 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是意境的营造 二十世纪绘画大师毕加索 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我出生在中国 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书法家 而不是油画家 每个面对中国书法作品的人 即使对汉字一无所知 也会被他笔画交错的形象所打动 很自然地把它想象为 一幅幅小型的抽象画 而这一点 正是由汉字的表意特征所决定的 对于汉字的魅力 台湾著名诗人于光中 在对比英文法文后 深情地描述到 太初有字 于是汉族的心灵 祖先的回忆和希望 便有了寄托 譬如凭空写一个语字 点点滴滴 潘潘脱脱 兮兮丽丽 一切云情与意就宛然其中了 正是汉字这种 独一无二的表意特征 促使书写者在熟练掌握技巧的同时 努力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 写个虎字便虎虎声微 写个龙字就风云变色 因为毛笔本身的特点 它有运笔可以轻肿积虚 这样就会产生一定的艺术特点 而由于它正是由彩淘的艺术方面 产生一种工具 所以它就带来了 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特色 我的教授在中国的艺术 告诉我 只有一个艺术 所谓的 因为如果有艺术 当你放在第一艺术 你分开白色的细色 成为白色和黑色 成为 一些东西 你已经有 而它就离开 像阴和阳 虚 士 上 下 子在川上约 逝者如私服 生命的特质正是生生不息 在这稍纵即逝的过程中 每时每刻 人人都在塑造着自己 中国书法独特的魅力 是不是也在于此外 在没有下笔之前 眼前只是一张白纸 世界还是虚拟 在落笔的一刹那 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便跃然直上 尽管只是单纯的线条 尽管只有白与黑 两种色彩 但生命的痕迹 时间与空间 就在这一刹那 画作的永恒 这一刻 究竟该怎样落笔呢 公元六四九年六月 长安城花红柳绿 但皇宫里却静忌的令人窒息 并踏上的唐太宗李世民 已经奄奄一息 他用最后的力气 恳求自己的儿子 无欲从辱求一物 如成孝爷 其能为无心眼 我想向你求一件东西 如果你真的孝顺的话 怎么能够违背父亲 这最后的心愿呢 皇帝 以中国人最珍视的情操 孝道 来考验他的继承人 这无疑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什么宝物 让一代帝王李世民 无法割舍呢 这件作品就是赫赫有名的 《蓝亭集序》 可是如果我们去还原一下 当时这件作品产生的情景 就知道 对于书写者 对于当时参与这件事情的人来说 这件作品其实是很普通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王羲之和一些好朋友 在休息日 饮酒畅喝 写下了一些诗文之后 由王羲之做的一个序 在唐朝编修的正史《禁书》中 唐太宗亲自为王羲之作传 并高度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所以详查古今 经言转速 尽善尽美 其为王羲少虎 李世民是个精益求精的书法家 但他更是一个胸怀大略的政治家 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如此推崇 难道仅仅是出于性之所致吗 西晋以来 古代中国经历了三百年的乱世 冰火乡间生灵涂炭 在痛苦的深渊里 民心思安 公元581年 隋文帝阳间顺应历史潮流 一统天下 建立了随城 但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 并没有持续多久 仅仅三十年后 隋阳帝的奢侈和暴虐 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雄军大 在动荡中 礼唐王朝应运而生 据新唐书记载 唐代科举实行 以书取士的制度 凡责人之法有四 三约书 取其楷法求美 这种具体的要求 便吸引几乎所有的文人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以书法选拔人才的同时 唐太宗还专门设立书学 致书博士教授书法 并严格规定学生们 学书日指一符 是以书为教业 书或者说书写 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 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那么早在西州的时候 人们就把书 列为六亿之一 但是真正由国家行政机关 把书列入到 国民教育系列和考试系列的 是在唐朝 唐朝在中国书法史上 被称作法的时代 正是大势所趋的结果 而唐太宗的身体力行 更是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问题是 在唐代之前 中国的书法家还有许多 像秦朝的李斯 赵高 汉朝的蔡雍 张之 魏靖的中游 索靖 魏冠 以及王羲之的老师 魏夫人 儿子 王献之等等 为什么唐太宗 李世民 偏偏要大力弘扬王羲之呢 就像这个汉武帝 要霸住北家 独争入书一样 汉武帝为什么尊重孔子 他一定他是一个 文化的代表性 那么王羲之呢 他这个书法家 他也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代表 是一种儒家文化的一种代表 但如果仅仅依靠政治上的追捧 王羲之不可能成为 令后世高山扬指的书胜 唐太宗 李世民也不可能开创 令后人热血沸腾的大唐盛世 后人评价王羲之的蓝亭旭 从第一个永字到最后一个文字 移气贯注不检 既流露出人心之美 又表现出自然之美 正所谓尽善尽美 直到今天 王羲之所创立的艺术法则 仍然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独二法门 那么这个难以超越的法则的核心 在哪里 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解释道 其道同鲁庙之气 须则期满则负 终则正 正者充和之未也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积极倡导下 中国书法以终和之道为内涵 在黑与白虚与实动与静的对立中 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坐标 每一种字体都有了必须遵循的法帖 每一个读书人 只有写好合乎规范的毛笔字 才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 进入政府的职权部门 那么 为什么这些唐人书写的汉字 能成为后学者进入书法殿堂的坐标呢 公元783年正月 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 再次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 大将军李希列拥兵自重 叛军势如破竹 一路攻陷如舟后 直逼长安 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 元气大伤 只能寄希望于和平谈判 但谁又能担死重任呢 把持朝政的权臣们向皇帝建议 派鲁郡开国公 颜真卿前往地营 但当时的叛军气焰正盛 李希列感觉皇位已经唾手可折 74岁的颜真卿 孤身一人去劝降 无疑是去白白送死 但是他作为有着五六代 持续坚守儒学传统的 这样一个家庭的负责人 他是不可能面对国家的需要 而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两年后 颜真卿回到了长安 当邻车穿越朱雀门时 两旁夹道相迎的百姓 哭声一片 正像他所擅长的楷书 方正平直 浑厚刚净 这个唐代最伟大的书法家 虽然没能完成使命 但他用微武不屈的气节 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一篇 一篮 这也正是中国书法的灵魂所在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书人 用全部的精力 乃至生命去钻研书法 除了技巧上的打磨 更重要的是完成人格的修理 法就是楷模 就是标本 颜真卿的书法是唐代的典范 颜真卿的人格是中国人的楷 而事实上 每一件法帖的背后 都隐藏着一个完美的文化 这些优美的文字 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人的精神 都是经过岁月沉淀的 中国文化的永恒坐标 与光彩照人的颜真卿不同 与颜真卿的颜体艺术风范不同 太京 秦桧 颜松等中国历史上的权臣 最终成了书法艺术殿堂里的契儿 这些长期全区在昏暗角落里的书法作品 可能仍然具有令我们钦佩的艺术货 但是因为作者的缘故 他们和他们的作者被我们的艺术 被我们的社会顽强地拒之一万 成为高贵的社会道德 无情清醒的对象 我们的艺术 我们的社会也因此体现出更高的精神项目 漫长的中世纪 当欧洲的骑士们 为了讨伐异教徒而苦苦练剑的同时 远在东方的中国 衣食无忧的宋朝士大夫们 正以笔为礼 以纸为田 日复一日地心情耕耘着 自唐代之后 书法的要求便是超 老老实实的模仿 比任何形式的创造都显得重要 难道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中国书法带上了书学正统的镣铐 而从此就没有了创造 一成不变吗 公元1057年春 三年一度的礼部考试 正在东京变梁 紧张地进行的 在这次考试中 一篇行文质朴 思想大胆的文章 让主考官欧阳修 积赏不已 但最终 这份考卷的作者 却屈居第二 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卷子都是胡卷的 名字胡重 欧阳修本来想给这篇文章判第一名 但他后来转念一想 他以为这篇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公写的 曾公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担心说如果给曾公点了 曾公自己的学生 别人会说他自己寻思 所以呢 就忍痛 给这篇文章点了第二名 黄榜公布的那一天 所有的考官都大感意外 那个理应成为第一名的考生 并不是欧阳修的门生曾公 而是一位来自巴蜀地区 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苏氏 年轻时的苏氏 锋芒地露 即便人到中年 戴帽子 也要比别人高一致 妒忌他的人 视他为背离中庸之道的另类 而欣赏他的人 却把他比作是落入凡间的经历 但事实上 苏氏在谷子里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读书是从四书五经开始 炼字也是从临摩 楷书法帖入手 苏氏自幼喜欢临摩 王羲之的蓝亭旭 再加上他多年抄写经书的童子宫 一首飘逸的书法 人见人爱 但拿苏氏中年时 写在原有通宝上的名文 和他年轻时创作的制屏帖比较 同样是行书 但风格却迥然有异 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苏氏的字 由大众化的风流才子 转变成独具特色的石鸭蛤蟆呢 农历三月初七 是中国传统的寒食节 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不生火做饭 只吃些冷食与缅怀故事 公元1082年 也是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日子 从京师被贬折到湖北黄州的苏氏 独坐在冰凉的书斋里 窗外雨声稀利 孤独惆怅的情形 悠然而生 自我来黄州 已过三寒时 年年欲熄春 春去不容兮 自我来黄州 已过三寒时 那么这个心情还是比较平静 那个字呢 是这个小的心肯 慢慢写的时候 随着诗句的发展 最后写到他生活的时候 写到这个 年日苦矣 破灶烧示威 破了灶 烧了个石的柴火 又烟熏火燎的 心情就很快 然后这个风又吹 到这个时候 他自慢慢有平静的小凯 逐渐写越来越大了 过于拘泥的规则 创造力就会有所约束 书法和这个庞大的文明体系一样 也是以稳定为规则 但在岁月的长河中 即便追求价值一统的这样一个文明 也为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留有余地 但所有的个性 都是苦难的产物 苏氏的个性 正是来自脱离常态的生活 写旧《寒石铁》的四个月后 苏氏又完成了 镇朔古今的赤壁腹 身体和精神所受的压迫 不但没有压垮这个伟大的灵魂 反而促使它 完成了一次更高的超越 人如其字 字如其人 人们敬重苏氏的人品 也喜欢它的书法 于是尽管没有皇家亲帝 苏氏的每一幅书法作品 都成为人们自觉临摹的法帖 《寒石铁》 和苏氏的命运一样 历经磨难跌宕起伏 至今铁身仍保护着背后焚烧后的痕迹 悲剧就是美的破坏 而悲剧美就是美被破坏后 带给人以情感的洗涤和敬发 只有经历了苦难浸泡的艺术 才能穿越时间和空间 才能在历史长河中永远散发出 动人心过的魅力 老师用墨 把字大大的写在一张纸上 学生用一张透明的纸蒙在上面 用毛笔描摸这个字的轮廓 写完之后交由老师批改 字上画线意味着这个字写得不好 画圈则表明赞许 写下这段画的 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5年之久的 德国传教士魏力贤 公元1899年 甲午海战结束不久 清政府被迫将青岛租借给德国经营 魏力贤第一次踏上这个古老的国度 战争的创伤还随处可见 虽然不懂汉语 也不认识汉字 但魏力贤还是被发生在乡村私塾中的 这一幕深深打动 后来他把在中国的建文写成了一本书 取名叫《中国心灵》 尽管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在中国已发展了上千年 但几乎所有的儿童在拿起毛笔的那一刻 并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书法家 对他们而言 最现实的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 光宗耀祖 而书法是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 假如在科举之中 如果你写的字不符合管轨体这种规范 你的文章再好 你的卷子内容再好 就说你也不可能被录取 你也不可能得到公民 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 每个考生都必须牢记四个字 黑、大、圆、光 这正是管轨体的基本要求 当时有学者评价 金、凯、书之云源丰满者 为之管轨体 类接千手雷同 而雍正乾隆之士 大兴文字语 文人学士对国事稍有微词 即会招来牢狱之灾 甚至杀身之祸 如同死气沉沉的书谈 中国社会不可抗拒地 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蜕变 九州生气 世风雷 万马其音 纠可爱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 降人才 公志珍为了表示自己 对这种以字取人的客举制度的不满 他就让自己的女儿 儿媳妇啊 小妾啊 奴婢们 每天练字 专门写管轨体 只要有人在他的面前提到汉林的事情 他就会立刻嗤子以鼻 说如今的汉林算什么呀 不就会写一首管隔体吗 你看我们家的女人们 人人都能写一首管隔体的毛笔字 一种艺术发展到毫无变化 了不生气的时候 衰败是最终唯一的剧 但物极必反 当管隔体成为中国书法的锁链的时候 春天已经悄然而至 绝大多数人来到龙门 都是为了瞻仰卢瑟娜大佛的风采 这尊以一代女皇武则天为原型的佛像 雍容高贵 代表着中国石窟造像艺术的顶峰 然而对于书法爱好者而言 不太显眼的古阳洞北魏造像名文 也许更有魅力 近代思想家康有为评价说 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 竟和诸家则为巨美 他认为唐代以来的课题已经坏了 不能学习了 而要征从北魏 本汉 征魏 所以 悲学书风形成了 我们这个18世纪 19世纪 抒发了一个新的筹 公元1905年9月2日 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 管阁体也随即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但中国书法不仅没有被遗弃 反而因其所具有的微妙的艺术感染力 而向纯艺术的方向升 钢笔 铅 铅 圆珠笔 电脑建坛的时代 开始 追求发展 进步 追求新知识的时代 开始 所有读书人都要成为书法家的时代 其实 但是 数千年对书写会尊重 数千年书写文化 在民族心灵上厚重的积淀 不可能被现代化的生活简单引起 给几乎所有的角落 我们都能看到那波澜不惊 却辉煌幽幽的传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